謝賢大哥 謝大哥你就上來啦 我們知道這個喜歡牽著他的手的人就是你啦 對不對 好 沒關係沒關係 既然已經牽了就一起上來 我們掌聲歡迎謝賢大哥 好 再來我們也請 秦祥林 請大哥 我們讓秦祥林大哥也可以坐在你旁邊好不好 對 一人坐一邊 對 會 坐在你旁邊 你不要客氣在這 好 再來我們要請 我們 向華強先生也到台上來 同時呢 我們也要請這個呂良偉也到台上來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呢 我們有這麼多位朋友來到現場 大家就可以一起看看 我們有那個麥克風可以把我們拿到台上來嗎 那首先 珍姐 我要問一下 其實我們在這裡從書裡頭我們就看到 每一位其實跟妳都有這個在戲裡頭合作的一個關係 那是因為合作而認識的嗎 大家 大家早安 首先 關後貴賓們 大家好 非常非常的感謝這次有我這麼多的好朋友 這樣的支持我 愛助我 從大老遠飛來參加這個珍愛高雄竹心會 我真的非常非常地感動 謝謝妳們 謝謝妳們 謝謝妳們從美國來 謝謝 因為妳人也好嗎 謝謝 因為妳人也好嗎 真的 李良偉是我的兒子 是 在我的媽媽中 演妳的這個大兒子 是在我的媽媽中 演妳的這個大兒子 對 那他真的 我非常感動 他就來一間明年一早就可以去回去 來找工作 有心啊 對 您老人家 謝謝妳來支持我 OK 我不會講話 謝謝大哥 他說 他說我永遠的愛 所以只要妳開口 我就不會說No 對不對 是吧 謝謝 謝謝妳 非常感謝 華強 謝謝妳 我們知道 向大哥也是演戲合作的對不對 他年輕的時候跟我合作 行行出狀元 對 對 不是 不是 1969年 我剛高中畢業 高中畢業 那時候就 那時候沒有台灣片子 那時候有一首第一部台灣片 很流行 那我同學叫我去看 那部戲叫《新年與我》 就是 那個小子就看到那個珍珍 珍珍那個時候就 哇 又漂亮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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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 但是我們 香港就是 她是我們的那個女神啦 天教女神啦 那我是她的影迷 我是她的影迷開始 是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從影迷就開始 但是真正就是跟珍姐接觸 她的影迷應該是拍《行行出狀元》吧 是 我忘記這個片鱗了 我就去追星 追著台灣 追著台灣 大約1970年 剛好是剛好有一個導演看過我 叫我去拍電影 那我就拍完了 去拍了 因為女子小子是珍珍的 就不巧了 然後海洞我怎麼拍了 不會拍吧 對不對 剛剛她就不會拍 很緊張 女生在今天 講話 講話都不會講 又講國語了 是 那後來珍珍就安慰我了 欸 華強年 慢慢來這樣子 所以 就 一定很深 不過 尚大哥 在這個珍珍姐的書裡頭 有特別提到 就是你有說過 就是剛來的時候 國語講不好 當現場其他的女演員 就是在旁邊 就是笑你啊 捉弄你的時候 只有珍姐 她是不會這麼做 而且是對你非常好 給你很多鼓勵 沒有珍姐 我就不會在電影圈發展 甚至會推出 因為 演戲很累 那我就跟導演講 我不演戲了 我不好玩 不好玩 給人家笑吧 對不對 每天拍一個鏡頭 兩個鏡頭這樣子 後來珍珍就安慰我 說 華強 你慢慢拍嘛 你慢慢拍 結果就很幸福地拍完這部戲 那從這部戲開始了 我就開展了我的電影事業 所以说 郑杰就帮了我的事业 从郑杰来开始 哇 郑杰哥的事业在典艺圈 是第一把交椅 然后现在都是因为你 没有 她太客气 她本身我们在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她非常非常的斯文 人又帅 她就是很安静地躲在旁边 可是我们这部戏呢 刚刚是一部喜剧片 所有的演员呢 都是喜欢开玩笑的 闹着玩儿 就洗牙 嘀嘀嘀嘀嘀嘀 她非常的用功 她就在阿曼多 正在那边看剧词 我们这边有李芷玲啊 我留意义啊 都是 都是383877的 她很紧张地 讲话都不会讲 博语都不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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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语都不会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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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很好 但是有女神的故事 其他人我都不记得 其实你拍这部戏 有女神在的时候 你应该心中也没有别人了吧 没有没有 后来因为她要背剧本了 博语也不好 背半天被我们哇一叫一吵一闹 她就忘记了 她就把我拉到旁边 她就把我拉到旁边 她就说 真姐 你会小事一点 我还想想她 第一次带我到台湾来拍戏 我就叫她们一下子安静 安静了三分钟 一会儿就忘记了 她说 真姐 是她自己本身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今天她带领了香港整个的gay姐 我觉得其实真姐一直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 都扮演了这个非常提醒 而且照顾的这一个角色 是不是 香大哥 因为就像坐在旁边的秦祥林秦大哥 我想你应该也深深的感受 因为当初你能够成为这个第一男主 主角也是因为有真姐吧 我想大家都看过 我跟真真的关系很不好 什么关系要讲清楚啊 就是说 我能够到台湾来 然后在电影界有一席之力 完全是真真小姐把我带到台湾 但是她的年纪比我小 她的成名比我早 所以 我在香港拍五家片 大概拍了六七年吧 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发展 那么 后来我就在想 因为当你碰到瓶颈的时候 你就会想办法解决 走什么路好 退休 还是有什么更好的发展 后来我就发现 哎 怎么跟真真合作的男演员都会红 我发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 哎 这是一条路 听说你就帮他们 就是母女骑狠 去逛街吃饭陪着他们 那个马屁真的拍足了 我手脚勤快 脑筋勤快 嘴巴还要勤快 张妈妈好 张妈妈针结好 就说 那要拍马屁 哪有 那你真的是拍得好啊 哎 这个马屁 但是她到戴上台湾拍了 《心有情节节》之后 讲来讲去 很多事情还是要靠自己努力 是 贵人的帮忙也是一时的 对不对 所以 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真真合作 可以说对我这一生的影响相当大 而且她这次在高雄主办这个活动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因为真真是影响到 影响到一两代人的 影迷的生活 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娱乐 就是看电影 所以大概有一两代人 都是看真真的那个电影 长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在高雄 主办也是相当好 因为我们当时在高雄出外移 很多的机会 高雄很多地方我们都去过 因为文艺片嘛 大部分都是海边啦 水 水 风景好的地方嘛 所以常常到高雄啊 那这次最 最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面 她的人缘太好 居然这么多朋友 从各地来捧她的场 包括 我们 谢她 啊 神哥是我接派的兄弟 我们组队里面的二哥 所以我 今天早上我看到她 很激动 回到房间 我现在一讲也是 很多的感觉都出来了 这一些朋友 都是我们从二十岁 包括华强 这个小鬼的时候 在一起混 每天一起混 没事儿就打麻将 就拿一个刀 他就拿一个刀 他里面来看 咚咚咚 这这家伙 不是假的刀啊 真的刀啊 他有这个本事大概没有人知道 真的 我都不知道 没有 陈兰姐都不知道 常常就 那个李小龙真的不算什么 他那个真刀 他里面来 咚咚 吓死了 都不要受了 都不要受了 亲审啊 这些秘密 你不点出来 不点出来 又没有了 他是不是在香港学过什么 今晚陈兰姐 就要回家 看一看这一段 不是我编出来 我亲眼看到了 我们在胡锦佳 一个他还有一个实验工 哇 那个真的真的厉害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陈兰姐 比他的购物还要厉害 他是拿着刀刺的 真是划墙 他是有背部的面 他是有煎的 真的很难得 看到我们这些朋友 从我们小伙子 一直到现在 大家还能够坐在一起 我真的那种 开心跟感动 没法形容 所以我真的要 谢谢珍珍 这次那么辛苦 办这个节目 也希望你 这个 活动 顺利的 就是 能够圆满的 完成 然后你可以 好好地休息 好吗 再次感谢 珍珍小姐 这是我一生的贵人 因为男人要讲 谢谢 真的是很难 我们还是真的 谢谢珍珍小姐 谢谢 好 真的很难 真的 其实我们身为 影迷 我们看到就是 珍姐 就是能够把这个 一线的这些 大牌巨星 通通请到现场 我们自己也很感动 其实老实说 我小的时候是住国外 但是呢 我爸爸妈妈是 你们的铁粉 所以我记得我大概 四五岁就是被 拎着去这个戏院 来看你们的戏 所以现在我在这边 主持看到你们 我真的也有一种 感动的心情 因为 所谓的在华人 他们不在台湾 可是他们 可能想家的时候 就是会去戏院里头 看华语片 那不管是台湾拍的 香港拍的 这就是我们跟 我们这个 中国人的一个connection 那当然其实我觉得 珍姐 真的是每一个人 都很爱你 而且呢 就像我们 只是短短的相处 一个下午 其实我之前跟他开会的时候 我也爱上他了 真的是很难不爱他 所以像这个梁伟大哥 也可以讲一下 演了他的大儿子之后 但是 现在好像就是 变成一辈子 都是他的儿子了 大家好 其实今天来我 特别开心 因为看到我 很多偶像都在我面前 因为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因为他小时候的偶像 因为他小时候的偶像 现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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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小时候就看他 我83年是跟我妈妈拍戏的 我第一次去演了儿子 就是《我的妈妈》那部电影 对 那是83年的时候 那是我刚出道的 我刚刚80年演完上海灘之后 然后就跟我们的谢大哥 谢前 谁哥 然后就演上海灘的续集 然后接下来就跟珍珍姐 就来演 演这部电影 你运气真好 对 是的 所以很快就 就大家就认识了 所以今天开心看到 强哥 秦哥 很多秦队大哥 江大伟大哥 都是我的前辈 所以今天 说我是 第二个年轻的 没有 还有苏文科 苏有叉先生 是的 也出现了 我们欢迎她 很好 没有她在楼下等了 她不知道 对 对 不过这个人歌唱得好 我在美国看到她 对啊 你现在唱两句吧 所以这次 我们是特意 飞过来 就为珍姐 是同场 谢谢 因为我跟她拍戏之前 我已经认识她了 但是那时候她不认识我 所以我从小就看她的电影 真的是这句话 这就不讲 但是没想到 在现场的时候 珍姐对我们 真的非常非常亲切 非常非常好 真的 因为我演儿子嘛 我们有很多戏 都有沟通 有交流 她也很耐心 来跟我们 来讲解 这过程 应该是怎么怎么去演 那时候是 柯俊雄 讨演 她也是 一个非常棒的实力的人 所以我在这部电影 拍的过程里边 我学了很多东西 所以到今天 我见到珍姐 我还是很亲切地 教她妈妈 从我内心里边的感受 她就是我一辈子的妈妈 我是你的安孔 谢谢安孔 珍姐要说什么吗 她就是从那部戏之后 我永远认她是我的儿子 跟亲儿子是一样的 是的 亲儿子 我都跟梓芊 没有 我都跟梓芊说 我跟梓芊说 我说 我们就是两兄弟了 这辈子 因为杨伟文人 是非常非常非常 你八岁了 非常非常的碰到 所以愿意帮助 真的 真的 其实 这个所谓的磁场相近的人 都会相信 所以能够在珍姐成为 一辈子的朋友 我觉得也是有这样子 同样的 所谓又真 然后又善良 然后呢 我觉得也很热情 那这个谢大哥 不是说跳过你都不让你讲 而是接下来的时间 都是要你讲 对 我让你思考了一下 因为之前其实 新书发表会 我已经讲了很多 你说她是你永远的最爱 对 然后呢 你看就是 新书发表会也来 这次的经典展也来 只要这个珍姐说一声 你通通都会出现 讲一下 珍姐在你心目当中 因为我知道就是 你还没有跟她合作拍片 就已经认定你要追她了 那你到底是看到珍姐 哪一方面 哪一些特质 是让你特别吸引你 除了美之外 除了美之外 我对她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 我讲说话 给你讲过 所以 我们还想听嘛 对 我没听过 对 梁瑋哥沒聽過 蘇永康沒聽過 我永遠會愛她 值得你這樣永遠多愛她 真的 那現在這麼久的時間在相逢 那看到甄姐現在就是又有機會 可以多多的相處一點 比以前更多了 那你覺得現在的她 跟以前又有什麼不一樣 她成熟了 牽手的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你就乾脆說我肥了很多 就認不出我了 肥得可愛 哎呦 謝謝你 真的其實我真的覺得 就是有這麼多的好朋友 然後大家花時間來 那所以其實這是已經是在工作上 然後一輩子成為好朋友